机翼是飞机上非常重要的部件 主要作用是给飞机提供生力 你知道机翼有多少种吗 它们又有什么优点呢 今天大兵和各位聊一聊 机翼是如何发展的 在飞机诞生之初 机翼的形状是千奇百怪 有的像鸟的翅膀 蝙蝠的黑翼 有的是单机翼 有的则是双机翼 但飞机的设计人员 不仅仅极限于会飞的动物 还吸取了像桥梁建设的经验 把上下机翼通过支柱连接 增加结构的受力强度 减轻了重量 这些优点使得双机翼 成为早期飞机的主要气动布局 随着技术的突破 飞机也越飞越快 双机翼支柱导致飞行阻力越来越大 成了提高飞机速度的障碍 于是在上世纪30年代 高强度铝合金问世后 设计人员制造出了结构重量 不太大 但是又能够承受大载荷的搏击翼 因此双机翼也逐渐被单机翼所取代 至于目前还存在的一些双机翼飞机 一般是有特殊要求的小型机型采用 紧接着到了二战时期 虽然这个时候呢 大多数的飞机都统一采用了单机翼 但单机翼的分类中呢 又有上单机翼 中单机翼和下单机翼之分 形状呢也有平直翼 后掠翼 三角翼 梯形翼 变后掠脚翼和前掠脚翼的区别 1945年 英国研制了喷火式战机 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发动机 使速度突破到了音速 但是没过多久 这两架飞机呢 就先后在空中解体坠毁了 后来经过设计人员的研究才发现 原来飞机在接近音速时 机翼上会出现击波 使机翼表面的压力发生变化 而二战时多数的战机采用的都是俯冲攻击 这就导致压力会超过机翼本身能承受的强度 所以飞机散架了 同时英国在做实验飞行时呢 还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机翼上产生击波后 飞机的阻力会急剧增加 此时的阻力呢 要比低速飞行大十倍 甚至几十倍 所以即便采用了喷气式发动机 也很难使飞机突破音速 因此许多国家 为了解决机翼影响飞行速度的问题 都在研制新的机翼 例如德国把飞机的机翼 做成了向后斜的形式 就像燕子的翅膀 可以很好的延迟激波产生 并且减小激波引起的空气阻力 而这种形状的机翼 其实就是最早期的后掠翼 简单来说 后掠翼 是特制机翼沿着翼展方向的轴线与机身 有一个向后角度的机翼设计 由平直机翼发展而来 适用于较高的飞行速度 由于它的气动特点增大了机翼的临界速度 同时还减小了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时的阻力 因此后掠翼也成为了各国战机主流的设计 例如上世纪40年代末期 美国首先把后掠翼机翼用在了F86战斗机上 苏联同时也研制出了带后掠翼的喷气式米格15战机 但是后来随着研发人员进一步的研究 他们发现实现超音速飞行后掠翼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很薄的梯形三角形机翼同样适合战机超音速飞行 所以后来的美国SR71和苏联的米格25机翼的外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SR71使用的是三角翼 而米格25飞机还是后掠翼 但这两款战机的性能却是差不多的 三角翼属于现代词 指的是平面形状呈三角形的机翼 起初采用后掠翼的战机在高速飞行时 当气流流经机翼表面后 会在机翼后援产生很大的稳流 而这个稳流会降低飞机机翼产生的升力 降低操控性能 因此美军的设计人员通过风动测试 设计了三角形的五尾机翼 简称五尾三角翼 但在三角翼没有一统天下之前 战机在进行超音速飞行时 水平尾翼只要躲在马赫锥的锥面后 就可以避免产生机翼产生的阻力 不过想要做到这一点 就不得不增加翼面积 从而保证有足够的升力 而机翼的闲长增加 也诞生出了三角机翼的另一个分支 就是T形机翼 设计人员把平直的机翼后援 做成了前掠 通过靠后的掠角 从而减少机翼的空气阻力 但是这样设计的大后掠角 却带来了升力的损失 尤其是在低速的时候 因为大后掠角 使很大一部分迎面气流 从机翼后半部分流失 所以采用大后掠T形翼的飞机 起飞着陆速度一般比较高 机动性却不怎么好 至于三角翼 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 但相比之下 T形翼不靠后掠角减阻 所以机翼前缘的后掠角 可以设计的更小 在性能上也更加接近 同样驿展下升力较好的平直翼 但是同时三角翼 也带来了起降性能差的结果 因为后掠角度太大 飞机在起飞时 需要超高的速度 才能获得足够的升力 于是跑道就需要修建的很长 更要命的是降落的时候 为了保证足够的升力 平稳触地 飞行员需要以非常高的速度 接近机场 稍不留神就会击毁人亡 因此设计人员最后得出了 T形翼在实际使用时 并不一定优于大后掠翼 或者三角翼的结论 导致T形翼的使用比较少 不过对于T形翼来说 还是有一些忠实信徒的 尤其是诺斯罗普 他们设计F5 F18采用的都是T形翼 洛克希德的F104 也是T形翼 至于后来的F22 他所采用的机翼 介于T形和三角翼之间了 已经超出了传统的T形翼 因此只能算作T形翼的一个分支 咱们上面提到 大后掠翼 三角翼 T形翼的起飞 着陆速度 以及机动性 都不及平直翼 那么为什么不改进一下平直翼呢 通过机械手段 使机翼的后掠脚 可以在飞行中 按照需要随意变动 那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也是 变后掠翼的由来 各国对变后掠翼的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 但是由于设计难度太大 直到60年代 才设计出了实用的变后掠翼战机 一般变后掠翼的内翼段是固定的 外翼和内翼通过角链轴相连接 通过液压就力器 操纵外翼前后转动 从而改变外翼段的后擦脚 和整个机翼的展显比 但是变后掠翼的缺点是 结构和操纵系统复杂 重量较大 不适合轻型飞机使用 虽然变后掠翼的概念看似很简单 但是要实现起来 问题那是一大堆啊 而且随着机翼后掠脚的增加 战机生力中心也会随之后移 导致出现生力中心远离机身重心的问题 即使依靠超大的水平尾翼压住了 也会带来阻力变大的缺陷 得不偿失 因此为了减小生力中心的移动 变后掠翼只能采用一分两段的设计 角链设计在固定的内段外侧 并且减小活动段的尺寸 简化设计难度 就比如说苏17 为了最大限度的提升飞行稳定 活动段只占了一展的一半 F14的活动段 虽然比例大一点 但是依然采用了一个非常大的固定段 即便如此 变后掠翼还是有很多缺陷 比如一下起落架 不容易找地方安装 活动段内无法加装机翼油箱 使机翼油箱空间严重缩水 战机的续航能力受到很大影响 还有一下武器挂架 需要随活动段同步转动 才能保持挂载的武器指向前方 并且变后掠翼 故机械设计复杂的问题 最后也会导致战机的整体重量变得很重 这些缺点可以说是完全抵消了 变后掠翼的气动优势 因此它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 昙花一现之后 也就不再出现了 1981年首飞的图160 是最后一种新投产的变后掠翼飞机了 1996年4月2号 在俄罗斯飞行实验中心 战斗机可谓是惊鸿一线 成功激起了各国航空界对前掠翼翼战机的兴趣 可以说苏4-7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的前掠翼翼战斗机 其特点是机翼前掠翼 4-7采用非传统的三翼面压式气动布局 双锤尾向外倾斜 并留有一对水平尾翼 这样的设计使苏4-7在亚音速飞行时拥有极好的气动性能 和大营角状态下的机动性能 比较适合做眼镜蛇 落叶飘 此类过失速机动 不过前掠翼战斗机从概念上来讲 并不是一项全新的设计 它应该说是早期胎死腹中 随后又因新技术的发展 起死回生的一个气动布局 早在二战期间 德国的设计人员就已经发现战机在高亚音速机动时 潜掠翼飞机在抑制空气压缩效应方面 要明显优于后掠翼战斗机 而且潜掠翼在结构设计方面还有很多优点 比如当时德国设计制造的GU-87斯图卡轰炸机 就采用了15度掠角的潜掠机翼 这一设计使机翼和机体结构的衔接 成功避开了弹舱位置 从弹舱的后面通过 不过必须提到的一点是 当时采用的潜掠机翼的战机 潜掠角都被严格的限制在15度以内 因为角度过大会出现一间失速问题 并且当时还有许多技术上的难点无法克服 所以尽管潜掠翼飞机存在着许多潜在的优点 还是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 反而是早早夭折了 直到1984年 第一架潜掠翼实验飞机X-29在美国爱德华空军基地正式升空 随后两架X-29验证机前后都成功实验飞行 潜掠翼气动布局才得以扬名 而最主要的还是得益于美国的工业发展 美国使用复合材料加强后 从根本上克服了一间失速的缺点 潜掠机翼的优点立马就被发挥出来了 不仅降低了战机突破阴障的水平 同时在降低空气阻力方面也十分优秀 再加上布局的特点 潜掠翼对比后掠翼 也没有了一间失速的问题 因此机翼的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升力明显要比后掠翼更大 至于在低速性能方面 那也是远远超过了后掠翼战机的 尤其是起飞着陆的性能 能在更短的跑道上起降 其次就是升足比高 不仅升力大 而且展向分布均匀 即使在大营角下 仍能够保持椭圆分布 而升足比高最突出的一点 就是增加了战斗机的航程和作战半径 最后则是大营角时 机动时的操纵性好 在克服了一间失速的缺点后 使得潜掠翼翼在大营角状态下 还能够保证负翼 有很好的操纵性能 此外采用潜掠机翼的战机 一般会配上一对鸭翼 因此也有了另一些其他优点 比如配平阻力小 超音速航程大 气动布局灵活性大等 目前最新型的潜掠翼战机 是俄罗斯苏霍仪设计局设计的苏塞 曾于1997年9月23号进行了首飞 最后还有必不可少 复合机翼的边条翼 在各国的五代机相继问世之后 其中有一些就采用了这种机翼 简单来说 边条翼就是在中等后掠角的 机翼根部前缘处 加装一个掠角很大的细长翼 从而形成的复合机翼 它可以提高机翼在大营角时的生力 但是边条翼同样也是上世纪50年代 早期机翼发展的产物了 不过它的优点 一直都没有在那个时候的战机上得到突出 直到四代高机动性战机的电控系统 有了重大突破之后 一些战机才逐渐开始采用这种机翼 边条翼的气动特点 一是在亚音速和跨音速范围内 营角不大时 气流就会从边条前缘分离 形成一个稳定的前缘脱体窝 可以使基本翼内翼段的生力 有很大幅度的增加 二是在一定的营角范围内 还能提高机翼的临界营角和抖振界线 保证战机在亚音速和跨音速状态下 机翼的稳定性 最后在超音速状态下 战机加装边条后 会使机翼内段部分变薄 使掠角增大 明显降低机波产生的空气阻力 另外边条的存在 还让战机在跨音速和超音速飞行时 全机重心偏移的情况减小 促使飞机的配平阻力降低 因此战机在超音速飞行时 飞机的稳定性也得到了加强 不过这也不是说边条翼就没有缺点 例如在小营角范围内 战机的生力明显是没有无边条的基本意好 同时它的力距特性也不理想 战机的营角发生变化时 它的稳定性并不能保证 边条翼的发展主要是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始阶段 这时候的边条翼不管是S型 F18的波浪型 还是苏27的三角形 后略角都普遍很大 而且很细长 面积相当小 因为当时对于边条的研究还不够透彻 所以不敢过于冒进 以F18EF 哥特式大边条为例 虽然此时的边条面积较大 拉出的脱体窝流也更强 但是这种大边条并不适合高速战机 因此在四代重型战斗机中也找不到它的存在 以F22为代表 边条与机身 进气道融为一体 在F22的外观上 我们并不能找到传统意义上的边条翼 可它进气口上沿的进气道 与上表面之间的棱 就行使着边条翼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设计并没有增加机身整体的重量 所以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设计 总的来说 机翼作为飞机最重要的结构之一 设计时需要考虑多方的因素 在演变过程中 有的被淘汰了 例如变后略机翼 因结构复杂 重量增加 上世纪90年代新研制的战机 几乎都不采用这种机翼了 不过更多的机翼 还是采用了相互融合 取长补短的方式 演变出了更多优秀的气动布局 例如最后提到的F22 将边条翼融合到了进气道之中 未来随着技术和制造工艺的突破 一定会有更多的新式机翼的出现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还想看哪些武器呢 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好 好 再次 点赞 espace 木 報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